大家好, 今天主要介紹大華的VTO 門口對港機, VDH 室內對港機的Monitor 和這個VDS總控制室的主控制 它全部這套系統都行IP制式 供電方面用POE, 一條線搞定 或者可以行12W 操作方面很簡單 每一部機都有所謂的Room Number 在樓下如果知道Room Number 我會按 按了Room Number之後 如果有人在家裡 就會拿起廳筒說話 開完門就會收線 整個流程很簡單 彩色高清, 畫面也是非常清晰的畫面 萬一如果客人不在家裡 也都想有人協助 就需要按管理處 按管理處 管理處就是這個叫VDS的中控屏 那它就顯示這個大Panel Call過來的畫面 也都可以一樣就對港開門 然後搞定就收線 也都在這個中控這邊 可以做到一件事就是 看到大廈的閉路電視 因為它是對應到IP Cam 那就是IP Cam 看到這支IP Cam的畫面 是很清晰的 一目了然 也都可以做到 支援不同的地方 譬如有ABCD五個盤 的物業管理公司 也都可以去不同的大廈 不同的屋 看到它那個門口對港 發生什麼事 IP Cam有什麼問題 出了什麼事 是很清晰的一目了然 就這樣在這件控制中 已經做到 是的 也都有一個功能上面 室內機也可以去 call門口機 call門口機 也可以去 所有的IP Cam 畫面都可以 熄得到 當然就之前要做一個設定 當然如果也都在 流層與流層之間 也可以做一個 互call 例如我call門口機 8001 call 可以call到 流下門口對港 另外提提 這個VTO 是支援P2P的技術 意思是 如果是有互聯網 配合 可以把畫面 推送去客戶手機 有一個推送 也可以在手機上 看到畫面對港 也可以做開門 至於 價錢方面 相對不會太貴 怎麼會不會太貴呢 我們有個比較 就是 用回這一款 叫做 Aphone 對港機 也都 日本牌子做了幾十年 如果我們做了類似 效果 因為它這款機 不是互聯網 但也不便宜 接近萬多元 模組形式 有一個CAM 有一個Voice 的模組 也有Display 也有一個Keeper 的模組 才能做到我們剛才試的效果 室內機方面 會有這些 彩色的模組 以及這些對港機 對港機 都不會太便宜 這款機 但沒有網絡 要留意 而我們這一邊 就相對 幾乎接近一半價錢 就已經可以做到 如果詳細價錢 就可以問一問 DNA 拿回價錢 報價 多謝